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罗欧报告 这一次我们的试驾车 就是这台身边蓝色的领克03 这次试驾会的安排还是相当的丰富的 无论是路式还是赛道的测试 都给到了足够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内容恐怕也会稍微的长一些 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 因为我有自信讲的都是一些 真正这台车最值得你关注的地方 首先很简单的说几句外形 这台车我觉得领克03 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的两位大哥 领克01和领克02 因为正因为有前面两台车 对于外形上的一个铺垫 所以现在的它的设计严 实际上大家已经很能接受了 就算用在一台轿车上 这台车最早先在它的概念图 它的照片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它的车头实在是太厚了 可是当你看到实车的时候 首先是因为大家已经看习惯了 所以还好 其次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车头 当你来到现实中 你真正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角度 它的厚度 实际上跟领克01和02 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所以看上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厚重 然后至于车身侧面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 直接说车尾 因为我们今天的试驾车 所有的试驾车 我看到的都是运动款的车型 所以它的车尾有一个双边单出的很明显的一个排气 而且尾部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拉风的一个扩散器 虽然这个扩散器实际上从它的功用来说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气流 在它的前面的排气的部分就已经被分隔开了 但是至少从视觉效果上来说 它给这台车带来了非常浓郁的运动气息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关于它外观的一切了 至于这台车别的值得说的亮点 首先就是它1.5T三缸加七组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动力总成 这个动力总成基本上把大家能想到的这一点全给碰到了 涡轮三缸双离合一个都不差 但具体表现怎么样 一会儿我们开上车来说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底盘素质和它的一个转向的手感这方面 在赛道里有了一个很好的体验 然后至于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聊的 除了那些别的驾驶的感受之外 比如隔音啊 比如舒适性啊 更多的是这台车作为一款轿车 它对于领克整个集团 包括它的一个车系排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放在最后再来说的 所以我们就从第一点它的这个 让大家觉得槽点很足的动力总成 正式开始吧 我们上车 动态实驾 现在到了动态驾驶部分啊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台车的双离合器变速箱的表现 直接先说结论 这台双离合器变速箱 基本上是你能买到的 民用级别的双离合器变速箱里面 绝对是顶级的水准 因为此前呢 我就做过领克01和奥迪Q3的双离合的一个对比 奥迪Q3的DQ2506速实式双离合 基本上是我认为大众的旗下的最好的双离合 它比我前段时间去试驾过的新的T-Rock的DQ381 其实还要更好 而当时领克01的双离合 基本上两个水准就非常接近 都是一个接近顶级的水准 好于DQ381 然后至于今天这台双离合器变速箱 装到03上的时候 经过进一步的迭代的进化 和它的TCU的软件的一个逻辑方面的优化 现在已经做的真的是毫无任何违合感了 就这台车双离合器常见的任何问题 包括顿挫 包括低速起步的时候的衔接 包括收油的时候 左车现象的控制 如果常看我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我去测一台车变速箱反应 我最看重的就是60到100这段 它在巡航的时候 突然全油门的动力请求 它的反应速度到底如何 因为我们常拍越远路书 常在全国各地去走 尤其是走我现在这种山路上 两车道你要借到超车的情况下 60到100是你最需要的动力爆发的阶段 它的表现也如领和01一样的优秀 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去拍一下 现在我这吸一个GoPro一会儿 我的手挪开的动作 就是我踩下油门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反应速度 三二一走 就是基本上这个反应速度已经 和马自达的创制蓝天6AT 在一个水准上 甚至可能会略快一点点 所以这台双离合器 变速箱绝对是要给一个大大的好评的 接下来再说一下1.5T的三缸发动机 首先从动力的感受上来说 完全没问题 它跟之前的T4 2.0T 也就是领克01像专门台4缸的20T发动机 无论是动力参数还是实际的动力感受上 因为领克03毕竟是一台轿车 它的车重 它的一些调调的风格 更偏运动 其实它的动力感受和那台更重的四驱的领克01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1.5T这个排量 动力感受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至于大家最担心的也就是震动了 这一点我前面还是在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可能需要跟大家得好好说一说 这个公路上肯定是不能停下来 好 我现在停到了一个停车场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车的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抖动 而且我现在为了加大难度 我其实是在一个略微有坡度的地方 我把这个Auto Hold给关了 首先先说一下就是 我现在是地挡 踩住刹车 然后这个车现在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上 所有车都在这种情况下还开着空调 然后是最容易抖的时候 它没有任何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抖动 控制的非常好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领克之前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在它停车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种工况 地挡你踩着刹车 这种工况它需要去电脑 你需要去判断我的离合器 结合到什么的程度 如何滑膜 什么时候断开 你要去猜测驾驶员的意图 而之前奥迪Q3 它就是让你驾驶员通过自己的踩踏方式 来决定你想要什么样的变速箱的结合的处理方式 比如奥迪Q3 如果你是很慢的把这车踩停的话 它的发动力转速大概在一前转 然后整个离合器保持结合 或者说至少是半联动的状态 然后为了更好的一个响应速度 但是这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车 因为它相当于顶着劲的 它相当于它的怠速在带着这车想往前走 但是你踩着刹车 你要把这车摁在地上 就会有这种阻力 就会感觉有一些抖动 然后Q3可以通过深踩刹车的方式 然后让它的离合器完全断开 就虽然地挡 虽然踩着刹车 你不用想这么多 它始终就判断和自我控制的就非常的好 然后到了三缸上 这个问题解决的也非常好 也就是这个状态下 它的抖动比很多四缸机 包括我之前试过雪佛兰的三缸 我说那个抖动就很轻微了 它比这个还要轻微 除了座椅轻微走动之外 真的是处理的非常好了 而这台车相对来说处理的 抖动更明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地挡真正让它走起来 因为我现在是故意去难为它 我现在是一个小上坡 它在起步离一瞬间 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抖动 但这个其实跟三缸的关系非常的小 这个更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是一台小排量的双离克器变速箱的车 双离克器变速箱缺少液力变速器 在起步的时候提供一个缓冲 尤其这种有负载的情况下 它缺少一个增钮和缓冲的作用 所以它的这种感觉会稍微的抖动一点 但基本上所有双离克器变速箱 都有这种情况 想要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呢 要不然你就是比亚迪那种 就是你一松开插插踏板 它自动帮你补一脚大油 要不然就是像当年本田的 8速双离克器变速箱一样 给你加一个液力变速器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决手段了 说完了这套动力总装的表现 尤其是三缸的抖动 我发现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很多人都会质疑说 好你现在说这台车新车状态不抖 那之后呢 我确实很理解 很多人都认为三缸车 尤其是撩开发动机盖 你会看见它抖动的幅度 明显要比四缸或者六缸要更大 那么大家会认为 它这种抖动会不会的这些减震的 脊脚垫啊 造成更大的冲击 更容易加速老化 而形成就是更快速的一个 变得越来越抖动的这么一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事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可能把这个事想的 确实是太简单粗暴了 实际上三缸机和四缸机 包括六缸机 它本身的这个震动的幅度 震动频率 震动的方向都不一样 它发动力整个的旋置结构 包括它缓冲结构的位置的设置 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 它们唯一一样的是一个标准 就是厂商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根据用户的需求 自己的成本 会控制一个 比如30万公里或50万公里的台价测试 保证它的老化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 只有这个标准是跟四缸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三缸是为三缸进行过特殊的处理的 当然我不是领克厂商的工作人员 我不会替他说这台车 他说30万没问题就30万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光理论上没问题 不行 你还要包括你的生产的过程 你的一个工艺控制的过程 你的质量控制都要做到很好的程度 你才能保证这样一个结果 具体怎么看结果 那只能是根据时间的考验 就是再过几年来看了 但是至少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从这个物理结构上来说 三缸不会因为它抖的更多 就比四缸更容易变得 未来变得更抖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底盘和它的操控性能 因为这台车对于领克来说 是非常非常注重它的运动性能的 包括它的造型 我们刚开始说了 也是一个特别偏向运动的造型 所以这次他们也特意安排了 一个赛道的实驾 赛道实驾 其实我最主要的还是看两点 一点是看它ESA介入的程度 是不是很自然很流畅 像以前的领克 包括领克01的处理方式一样 然后其次是看一下它的转向 因为这台车的转向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喜欢 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 很低速行驶的时候 它的转向调的实在是太轻了 我非常理解厂商这个做法 更多的是为了很多中国消费者 喜欢单手盘着方向盘 这么着去驾驶 确实会很轻松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不会去否认别人的做法 因为这个就是你喜欢软桃 还是喜欢硬桃 这么一个感受 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不喜欢 就现在太轻了 你看我现在可以一个手指上 轻轻松松地勾着它走 所以我更关注着到了赛道里 这种情况会不会 还是依然如此 首先先说这个转向本身的 助力的力度 在赛道里不太是问题 因为赛道里不可能速度那么慢 而它只要速度过了三四十以后 其实它的转向力度就变得还可以 虽然还有点偏轻 但是不再那么轻的 轻的像刚才 像低速的时候那么夸张了 所以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在赛道里 这个转向它的回馈 包括它本身这种稳重的手感 还是会差一些 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同是CMA平台 领克在很多地方做的 根本就不比沃尔沃差 唯独在转向方面 因为沃尔沃它是一个 更偏欧系的方案 包括整个转向的方面的设定 来说也都是这样的 很明显对于一个 稍微对驾驶有追求的人 都会更喜欢沃尔沃的那条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 我感受到的领克和沃尔沃 最大的一个差异 不能叫差距 只能说是差异 一个让我个人觉得 更倾向于沃尔沃的 这么一个差异 另一个做的 有待优化的地方 就是领克03的 Auto Hold系统 首先运作时经常 笨感十足 也就是有强烈的 ABS点杀声 这个看来是硬电的特性 也不太期望能感了 毕竟除了声音不好听之外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但在执行判定的逻辑上 目前有些太过敏感 很多时候我在缓慢跟车 车辆时速还在 一公里每小时左右 手刹自己就启动了 之后再说一下 这台车底盘的支撑 这台车的底盘的 其实它的硬度 比起领克01 是稍微硬一些的 但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舒适 其实在城区里 包括很多中国特色的 连续的减速带 包括一些坑挖不平 或者受损的水泥路面 然后这台车的底盘的舒适性 做的都是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是很适应 中国这种情况的 赛道里还好 尤其是在 它在场地的一些项目里 比如蛇心绕装的时候 确实还是软了一些 关于这一点 我是完全赞成的 就是不像转向 转向我是不太赞成 但是这一点 我是完全赞成的 因为对于中国的路况来说 转向的好处 很多时候 你就算开的不是很激烈 尤其是低速的时候 你也是能享受到的 就是一个更沉稳 更有韧劲的手感 但是底盘 你要硬是真难受 而且在中国路况 你看现在这山路 动不动一个60公里的 一个限速 然后动不动一个打车 动不动还有刚才卖澡的大叔 突然就冲到路中间了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太敢开的那么快的 所以你底盘软一些 硬一些 它的运动性能 其实我觉得作用不是那么的大 我是赞成现在它的底盘调教的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ESC 它的运动模式的ESC 就是给你稍微放宽一些 快容度之后 它的处理依然是做的非常的好 之前领克01也有这个优点 就是它处理的 我想说是怎样一个ESC 是一个好的ESC 它会让驾驶者觉得自己开的 特别特别的 技术特别特别的高超 但是其实是ESC 在一个轻轻的范围内 它在辅助你 然后让你不自觉的把这个车提高了 或者说是不能说提高了极限 因为提高不了极限 而是说可能你的转向的角度不对 但是它也能让你把这个弯过去 提高了你的操控的一个感受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比较的准确 它的ESC在赛道里也是这种 就是说会出现一种极限情况 比如赛道里有一次 有一个弯我失误了 不是故意失误 而是这个赛道我确实不熟悉 我第一次开这个凯德的赛道 明明失误了 但是整个车退头退出去 也是一个很轻微的 很线性 很渐进的把这车给校正回来 而不是说一下就把这个车断开动力 然后直接刹车力度 自动的它的ESC系统 制动的力度非常大 把这车摁在那 以降低速度来获取所谓的安全性 它不是那样 而至于本身刹车的脚感 非常的悠久 刹车的赛道中刹车的成绩 当时厂商给我们 摆出了一些刹车点 一般厂商的刹车点 我们都是不太 怎么说 不太开的 因为肯定是前面 还有流油很烫的预余度 我基本上过了刹车点十几米 才开始真正再踩刹车 发现你也不用踩的很死 就能把车降到一个合理的速度 因为它这套制动系统的效率 确实是相当高的 而在我们下赛道之前 厂商也非常赤裸裸的暗示了 这台车暂时 虽然只有1.5T 七速双离合器的版本 但是未来会有一个 2.0T的高性能版 就是不再是沃尔沃T4 而是至少是T5 动力级别水准的一个车型 也就是说 这台领克03会有一台 类似于高尔夫GTI 或者说是福克斯ST这样的 更偏运动的版本 而且这个版本应该 在不久之后就会公布 我也多说一句 这次试驾会之前 厂商也给出这台车 官方的一个 他们测出来的百公里加速 是7.9秒 他们也非常希望 我们能把这个速度踩出来 因为很多年轻人 特别特别注重 这个数字是多少 当年思域 为什么能成为一代神车 很重要就是 当时一批媒体测了 在冬季 就是最利于 加速成绩测试的时候 测出了一个思域 我记得6.9秒吧 反正跑进了7秒 一下被捧为神车 年轻人确实会非常注意 而这台车 我们在现场 因为路面条件的差别 因为气温的差别 测的大概8.4 8.5差不多都是这个成绩 没有再快的了 关于这个事怎么说呢 我个人觉得 加速成绩 当然是一个客观 摆在那儿的 很有用的 参考的一个成绩 可是一台车 它的驾驶的好坏 加速成绩远远不是全部 就是一台车我觉得 从一个动力愉悦感 我说的可能会不太好理解 但这个愉悦感是综合的 比如它的 顿拖多不多 它的响应速度 是不是顺心应手 它的动力爆发 是不是能让你感觉得到 就是这些综合起来 加起来的 是我觉得形成一个 所谓的驾驶愉悦感 就这台车 我觉得它的驾驶愉悦感 是非常强的 最后的最后 我再来说一下 这台车的噪音的 NVH感受啊 这台车的风噪 我觉得控制是很不错的 虽然我试驾的 因为这条路线 可能跟别的媒体老师 不太一样 是没有高速的 至少在100以内 它的风噪控制都相当的好 只不过胎噪 该有还是会有 关于这一点 我也特意拿我们CRV 跟这台车 在同一个路段上 上车下车 上车下车 然后当时拉着我们摄像 还拉着一个厂商的 一个工程师 我们一起来听 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现在这条路上 在这条路上 它的噪音 是跟CRV差不多一样大的 但是在G6辅路上 它的胎噪控制 明天比CRV是要更好的 是这么一个水准 这个没有办法 给出这台车的 准确的一个感受 是因为 我们现在试驾的道路 不是我日常 每天开着各种试驾车 每天开着自己的车 去反复去体验的那台 那条门头沟的路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笨方法 来再去感受一下 那么能得到两个点 一是不同的路面 不同的轮胎 它的胎噪表现 是会有很大的变化的 就是这次就能看出来 这台车综合来说 我觉得它的胎噪控制 是要比滚动的CRV 肯定是要强的 而且要在很多路面 是要强不少的 但是要和那些装着 更静音的轮胎的 因为这台车装的是 Ego F1 更偏运动的轮胎 如果要是跟那些装着 更静音的轮胎的车型 去比 或者更高级的车型 去比的话 它的胎噪还是会大了一些 另外它的静态隔音 什么叫静态隔音呢 就是我这个 算是我自己编的一个词 但是我指的 就是这台车停在路边 不是它本身不产生任何噪音 就是它对外界噪音的 一个物理上的 一个绝对的隔绝 也是一个 只能说是 紧凑型车里 一个正常的水准 它没有能突破那堵墙 这堵所谓的墙 就是我们看一些中型车 或者中型的SUV 比如麦瑞宝 比如这个昂科威 一些美系的车 最为明显 它们会有一些 跨级的优秀的隔音的表现 像昂科威的隔音 是绝对比QT这种车 甚至都要好的 但是到了紧凑型车 包括一些XC40 T-Rock这类的 SUV里面 其实它隔音再好 它也会碰到一堵墙 它不会好到一个 特别特别让人惊讶的水准 毕竟它的车身尺寸 决定了 它容纳隔音材料的容积 然后包括 它本身的一个成本的控制 还有车重的控制 它都没有办法 把这个料堆得太好 所以这堵墙是跨越不过去的 只是在这堵墙的这边 那么对于紧凑型车来说 领克03的整体的隔音水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可能我说的会稍微有一点绕 但我觉得还是很希望 把这个整个推理的过程 包括经验都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有助于大家 形成自己的 对车的噪音的一个判断的 好 关于这台车的试驾感受 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但我想聊一点别的东西 我觉得领克 给我现在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除了车本身的素质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在自主品牌里 一个很大的突破之外 他们对于一些 包括我们车评人的 意见反馈的处理的态度 是让人比较的高兴的 比如说 我之前在测领克01的时候 提到一个问题 然后也拽给厂商了 就是他们的一些 中控里边的选项的逻辑 比如 我当时怎么着都没法 开底自适用巡航 后来在选项里才发现 我得选择关闭普通巡航 才能获得自适用巡航 但是这从逻辑上 是解释不通的 但现在 它已经做出了 相应的修改 而这台领克03 你再去选择 你的巡航模式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 你可以选择自适用巡航 和普通巡航 你点就行了 非常的清晰明确了 我觉得这一点 它的反应速度 和一个态度 至少是摆在这里 然后另外 这台车 还让我想到一个什么 就是 当年的官智3 无论是车型的定位 甚至车型的名字 都是3 非常的相近 大家都非常惋惜 当年的官智3 没有发展起来 或者说是 它的销量 始终不信如人意 感觉是一台好车 大家不懂 可是从一个 车评人的角度来说 官智3当年 是有不少问题的 比如 它官智3当年 那套动力总成 它的涡轮 和双离合的匹配程度 虽然价格 对标的是速腾 但是感受 是比大众要差不少的 其次 官智3的运动性 也不错 但它的运动性 很不错 是建立在它的底盘 相对来说比较的硬 前提下换来的 运动性的不错 所以这些都是 其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有不适合国情的地方 最后造成了那台车 没有能突破 一个自主品牌的天花板 而这台车 作为一个轿车来说 一个紧凑型的 AD轿车来说 它显然是做到了一个 合资里面的 一个主流的水准 在很多方面 也许还有它独特的优势 所以这是领克03 给我的感觉 最好的一点 好了 还有什么吗 我觉得没什么了 那这期 领克03的试驾 硬哥咱说一下内饰吧 说嘛 不说了吧 说点吧 拍好多 行吧 内饰就是跟0102都差不多 反正也都那样子 大家估计 看看照片也就挺熟悉的了 然后中空系统 有一颗大驯飞的语音 挺不错的 然后空间呢 坐在后面大概 随风空间 我来坐的话 两拳还多一点点 当然这个跟领克01一样 都是我的主驾驶 对于我来说能往前调 因为它方向盘 下面是平的 我很喜欢这种车 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前排乘坐舒适性 没有问题 座椅挺舒服的 后排腰托太顶的话了 我个人觉得不太喜欢那种 很顶着我的腰托的 一个后排座椅设计 关于后排座椅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是带着家里人 真正要坐后排的人去试 你自己去试 没有任何意义 我这么说 我的CRV现在 10600多公里了吧 我坐在后排的里程 不会超过50公里 所以说你后排 对于你来说 你舒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还是让什么媳妇 孩子 家里老人 去试一试比较好 这次能完了吗 完了 行 走吧